好,我们讲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对胡畅的曲线积分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有个方向的问题 好,那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它首先来源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便利 沿曲线做工 一个例 它随着 我们先讲平面的情况 一个例沿着这个曲线做的工 而且这个例在每个地方 在每个点 它的大小方向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它沿着这个曲线做的工 那我们首先我们看长力 沿直线做工 我们曲线 我们是一段一段的用直线去近似的 长力沿直线做工 如果从A到B 这是一个长力 这个F 那我们从物理学我们知道 我们是把它在这个直线上的分量 乘上直线的长度 那么它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那么就是F乘上cos θ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它的长度 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乘上cos θ 它是这个在这个AB这个方向上的分量的大小 那么我们这是在AB方向上的大小 那么再乘上AB的长度 我们就是这个长力沿着这个直线所做的工 那么正好 我们这个可以写上F的长度 乘上AB的长度 然后再乘上cos θ 那么不就正好是F这个向量 跟这个AB的这个内极 数量极 所以长力沿直线所做的工 是它这个长力跟这个 沿这个直线段 当然这个方向 有方向AB和BA是不一样的 那么F就是跟AB做内极 是正好是这个长力沿着这个AB 这个线段所做的工 那么在便利沿曲线做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便利沿曲线做工 我们先看下 我们去推导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那我们只能 我们现在所有的 就是长力沿直线所做的工 那我们对这种不规则的东西 我们总是把它划成小段小段 然后用规则的东西去近似它 那在每一小段 你段数分的够小 每一小段 这个曲线可以用近似 用直线去近似 然后这个力 因为你画的段数段 它的长度够小了 那你变力 你这个怎么变 它变化量也不会很大 那么当然 我们假设这个历史点续的 那变化不是很大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用近似的 用一个长项来去近似 我们看这一小段 我们假设说 这个是M0 这是MN 中间是MI 这是MI-1 和MI 中间我们随便选择一个点 是为XI星 YI星 这个点 那么在这一段上 这是F XI星 YI星 因为 那我们就用这个点的 在这个点上 它力作为整个的 整个这个 这个一段上的 力的代表 因为它变力 力的变化不会很大 那么在这一段上 在这一段上 它做了多少功呢 我们叫做Delta Wi 好 Delta Wi 近似的 因为我们是用 用长力和直线 去近似 近似这个便利和曲线 那么 那么就是 F XI星 YI星 我们去做类集 就是MI-1和MI 这个直线段 这个向量 那么MI-1和MI 它本身的表达式是什么呢 MI-1 MI 这个线段的表达式 或者是这个向量的表达式 那么我们把它作为分解 我们分解成这样一段 和这样一段 横着的这一段 它的长度是Delta X 我们Delta XI 它的方向是 跟X轴方向相同 是Delta 所以是 再乘上 I这个方向向量 这是X 这是Y的话 那么 竖着这一段 是Delta Y I 再乘上 G 也就是说 MI-1 MI这个向量 是Delta XI 再乘上 I这个向量 再加上Delta YI 再乘上 G这个向量 所以我们 好 如果我们假设 说F X Y 我们可以写成是 PXYI 加上QXY G 在平面上 它总是可以用这两个向量来表示 所以我们做了累积以后 我们就得到的是 PXI YI 再乘上Delta XI 再加上QXI YI 再乘上Delta Y 所以在这一小段上 它所做的功是这么多 那么 它总的功加起来 总的功就是这每一小段的 所做的功加起来 那么每一小段的近似就是 PXI YI 再乘上Delta XI 再加上QXI YI 再乘上Delta YI 那么我们把这个区间分得更小 那么近似程度越高 最后令每一个区间 每一小段上的曲线长度都趋近零 那么也就是说 当Delta X 趋近零 和Delta Y 趋近零 当然 Delta X 我们是 最大的 那个Delta XI Delta Y 是最大的 那个 Delta YI 那么 当最大的 那段 都是曲线零的话 那我们就 得到了 一个严格的 得到了一个 精确值 得到所做空的精确值 就是 Limit Delta X 曲线零 Delta Y 曲线零 Sigma I从1到N P XI YI 星 Delta XI 再加上 Q X Q XI星 YI星 再乘上 Delta YI 那我们把这个球核 球核和球极限 我们用一个表达式 写出来 这个是 它沿这个曲线 所做的 所做的工 那么是 PXY DX 加上 QXY DY DX 曲线零 DXY 曲线零 那么DX DX DX 就都写成DX 曲线零的一个东西 这是 这个是我们做标形式的 积分 我们刚才用推导出来是给出的是坐标形式的曲线积分 那我们刚才所推导的这个方式是坐标形式的 那么这个便利延曲线所做的工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 我们刚才 便利延曲线做工 我们叫做向量形式的 我们刚才 常例所做的工不就是做内计的吗 那我们看一下 便利延曲线做工 我们用向量形式 我们怎么能表示 这个仍然是MI 减1和MI 那么在这一段所做的工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表示 那么假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F 那么这个是它的单位切项量 我们单位切项量叫做T 那么我们 我们知道曲线的方向 跟它的切项方向是一致的 在任何点上 它的曲线的方向和 它的切项量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在任何点处 它的 它的在这个曲线方向上的分量 曲线方向上的分量总是F Cos and Theta 这是跟这个 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那么我们可以看 是这样子看 那么它在这一段所做的工 那我们是在这个方向上 再乘上它的 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度 我们再乘上这一段的长度 我们叫做Delta SI 这是Delta WI 我们可以进次的用这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在切单位 是切项量上的分量 那我们可以写成F 累积这个T 再乘上Delta SI 我们都叫I类 都用I来表示吧 或者我们也写 类别一点就是 XI星 YI星 然后再累积 TI 或者是T XI星 YI星 然后再乘上Delta SI 再乘上Delta SI 这是我们 在这一段所做的工 那么总的工是 求和 I从1到N 那么近似的 I从1到N 那么就是F 我们去累积T 然后 还是这样子写吧 其实 我更喜欢不写X 这种 就是F 我们 FI吧 TI 然后Delta SI 那么 那么 我们令Delta S 趋近零的时候 其实是Delta S趋近零的时候 就是每一小段 弧长 它都趋近零 就是Delta S趋近零的时候 那么 W 这个所做的工 就是求和 Delta S趋近零 那么 就是 再求和 I从1到N FI 跟Ti 做内积 然后再乘上Delta SI 当然说 DeltaS 就是最大的 那个 Delta SI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再看 这个 积分 求和 然后我们把它记住 这个是L 那么就是F 我们取内积 T 然后 DS 好 这是我们的 这个叫做向量形式的 所做的工 那 那我们到后面 我们要讲 这两种 东西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知道T 等于什么呢 T 等于什么 我们假如说 曲线 它的单位切向量 我们知道 曲线 R 如果是等于RT 好 在二位的话 就是XT 和YT 那么它的这个 它的切向量 这是它的切向量 就是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那么我们这个T 就是 我们的 一阶导数 除以它的长度 那么 这个长度 就是 根号一下 X关于T的导数 的平方 加上 Y关于T的导数 的平方 分之一 这是 长度的倒数 然后是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但是我们又知道 但是我们又知道 我们以前在讲 无为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 DS 是等于 根号下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DT DT 所以 T 再乘上 DS 就是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然后 DT 这个又等于什么呢 R R导数 R R关于T的导数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然后你再把它乘上DT 不就是 等于DR吗 所以 我们 又得到的 这个是 L 这个F 去 去 去 累积 单位向量 然后 DS 又等于 这个 在L上 这个 F 跟D 跟 这个 DR 做累积 好 这个是我们向量显示的 那我们 这几个关系 其实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知道 R 等于 RT 等于 XT YT 那所以 DR 就等于 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我们又可以写成 R 然后 还要乘上DT 所以 所以是 X关于T的导数 我们可以 拿进来 Y关于T的导数 然后再DT 这就不就是 用我们这个 微分的关系 这不就是 DX DY吗 所以 FDR 这是PXY QXY 取类集 DX DY 所以它是等于PXY DX 加上QXY DY 那我们跟我们 完全是一致的 跟我们以前的方向 是完全一致的 而F 而FDR 我们前面又知道 它是等于 这个F 乘上T DX 那么如果T 如果T的方向角 因为T是单位向量 是Alpha Beta AlphaBeta的话 那么 T 它就等于 cosAlpha cosBeta 因为它是单位向量 它正好是等于 X关于T的导数 除以根号下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好 是Y关于T的导数 这是根号下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所以它 这个我们又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写成是P XY cosAlpha 加上Q XY cosBeta 然后再乘上Ds 这是 在同级版的高等数学里面 就是 我们叫做 第一类曲线和第二类曲线之间的关系 其实 其实这个就已经说明了 这两个本事就已经说明了第一类曲线和第二类曲线的关系 当然再加上这个的话 这是一 二三 这三种 当然我们也可以 这四个关系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 第二类曲线几分 它的定义 但是我看起来 我跟你说如何 接下来 对